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红烧黄花鱼 像我这样做,保重鱼肉一点都不腥 鲜嫩又入味,一起来看一下 把黄花鱼清理干净,去除内脏 然后用刀在鱼的背部,划上几刀 入刀可以深一些,这样炖起来会更加的入味 配料准备葱段、姜片和蒜片 干红椒、八角和花椒适量 再准备一点肥的猪肉,切成片 在锅中烧开水 我们可以像这样拿着鱼尾 把鱼放入锅中轻轻的汆烫几下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腥 然后起锅烧油 先下入肉片,炒出猪油 这样可以增加黄花鱼的香味 炒至肉片微黄 再下入我们准备好的配料 小火炒香 准备 炒出猪油 调料炒香了以后下入黄花鱼 先碰入少许的料酒 再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再向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然后来调味 因为今天是做红烧的 所以白糖呢要烧烧的多一些 加入一勺 再加入一勺米醋 一勺蚝油 再加入适量的老抽调一下颜色 我们用铲子把它拨动均匀 然后加盖 保持中小火 炖2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汤汁已经粘稠了 我们中途呢 也可以用勺子 把汤汁 往鱼的身上浇一些 这样炖起来呢 会更加的入味 用筷子 用筷子把锅中多余的调料都剪出来 然后再大火收一架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最后在上面撒上一层香菜末 这道香喷喷的红烧黄花鱼 就可以上桌开动了 这样做出来的黄花鱼鲜嫩 入味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吃起来又鲜又香 喜欢的朋友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